在我们做这么多电视机的测试之中 它是零零射射做出自然的效果 好了,来到我们的编辑部 这一部的Sony 65 吋 OLED 电视 A9G 终于到了 本身小西很想开它的 55 吋型号 因为我自己也想上地入手 但很可惜到今时今日我们还未见到其身影 所以今天这一部Sony 65 吋不要理太多 我们开箱来看看 离开完这个盒子 我看到这里有三件东西 这一块的背板应该是用来收藏电线之用 脚架的一个脚座 即是一些小配件 这里就会看到有说明书和遥控器 好,开来看看有什么 首先有很大块的脚架 也应该是遮厨的背板 接着还有两块的背板 里面就没有了 我们快点开电视看 哇,爽啊 首先我们先拿一个底座出来 装好脚架 现在看到它简单了很多 只是一个底座 加上一个小工具 把两个螺丝拍下去就可以了 不如跟大家讲解一下A9G 究竟有什么功能焦点给大家 首先它是今代旗舰的OLED电视 它本身有55吋、65吋和77吋三个型号 不过当然现在55吋未见街 另外它最强之处 当然是用上最新的X1 Ultimate 影像处理晶片 这粒晶片最强的地方 就是会有四个不同的功能 包括Dial Database Processing Object Base Super Resolution 以及Superbit Mapping HDR 而这个X1 Ultimate 其实最主要就是控制 这个面板里面的800万个像素 都可以出到G-Lang的效果 就是目标 而它之前也会有 Object Base Super Resolution 和Dial Database 功能强化在哪里呢 主要就是在每一件的物件 其实它以前除了会很大范围 去做一个处理之外 现在就会在范围里面 再细分一些物件 另外它也支援HDR10 HLG 以及道比Vision 所以在HDR的技术上 基本上都可以遮蓋 因为对应OLED的面板 它们今代也加了 Pixel Conscious Booster 令到画面的明亮度可以大大提升 解决了之前OLED不够光的问题 这数据也可以增加 接着有他们的4KX Reality Pro 以及Triluminous Display 而最实用的当然 就是Levix的Calibration Mode 以及Auto Kalman 这个功能 令到大家看Levix 或者Kalman 的自动调校 都可以更加得心应手 而且在画面上 亦都可以用回 本身导演想给大家看出来的效果 今代的背板明显地和之前不同 起码它就不需要再用A字去座桌 而它有一块的座桌 令到它可以呈一直线的摆放 对于这个挂墙或座桌 其实都方便了很多 它背板的挂墙位 可以跟长生的距离 进一步去缩窄 Acoustic Surface Audio Plus 其实有两个重低音 就是这个位置 接着Eccurator 会在这个位置 将高中频震动 令到面板发声 首先我们谈谈电源位置 它在下方的左手边 插下来之后 有一条路线 将它去到这个线槽的中控位 相当靓仔 加上画板盖上 这条路线 天线会在机背下方 接着有一个LAN插头 一个光纤插头 另外HDMI 234 都会在下方 HDMI 旁边 会看到一个USB 插头 另外一个正确 就是会有中置模式 中置模式的喇叭线位 就在这个位置 很多朋友可能都未必 在家里还会有机会 放到中置喇叭 你就可以将你的LAN的中置位 插到这里 令到电视机变成中置喇叭 你也不要说 这个功能原来很多人用 还会有一个 Video 和 Audio 的 Input 一个耳机的插头 两个USB 的 Input 位 以及一个HDMI 1 的 In 都会在机背面 方便大家插手机 今代A9G 用上了 新款的遥控器 插上手就更加正 而且这些按针 因为用了这个突免按针 所以在暗黑的环境 我摸的时候 都会知道它是什么按针 还有一些功能 都需要大家开机后 要先搞定 例如像小室 有这个4K Blue A 机 看这个4K UHD 高beat rate的影片 我都建议到 HDMI Port 上开Enhance 首先我们可以在设定上 找一个观看电视 接着这里有一个外部输入 这个外部输入 其实就是将你 外面进来的信源 来做一个设定 我们找到这个 HDMI 信号格式里面 你就会见到 有四个位置 在这里 其实本身就是用这个 标准格式 如果你说我个Full A 机 是放在HDMI 3 你便进来 按这个增强格式 它便可以 吃尽了这个4K 60p 444的效果 用最大的频室 你问我 我有四个Pot 是否应该全开 那又不是 因为每一部电视机 都会有硬件的选耗 你问我的话 你哪部电视机 是插着 吃得到这个 4K HD 60p 444 用那部便要按住 其他那部便不用 譬如说 NOW TV 那个Pot 我就觉得是 用到标准就可以了 那你每电视机 的寿命都长一点 首先跟大家 当然实试一下 YouTube 和 Netflix 的效果 YouTube 方面 找了很多不同的片源 而我特意找了 一些4K的信源 和一些写着8K的信源 但当然它只能出现4K的画面 在它的仔细度上 其实是完全不容置疑 尤其是有一条影片 就是说4K的东京 天空拍下来的景象 这个其实我可以看回 画面上 有些时候我去闻电视 其实都看到一些车子 小小的在那里走 而且看到它的HDR 亮起来的时候 那个光度明显的提升 都很清晰 令到大家都知道 现在正在播放4K HDR 的影像 而效果来说 我觉得YouTube 上的串流 都算是这样 非常之不错 当然另外当然要试 Netflix 因为 Netflix 我们大家经常看电视 或看演唱会 都会用到的一个串流平台 1080 4K 和Dubi Vision 我也试过 Dubi Vision的效果 其实和Netflix Mode相差不太 Netflix Mode的效果 画面的光度 相对会比较暗 但是它可以 色温等 可以出现导演员 想要的效果 出来的画面是讨好 和舒服的 现在迪士尼 或者很多不同的电影 其实也是以HD来说的 X1 Ultimate 其中一个功能 就是帮一些 Full HD 的影像 来做声频 我当然试试它的声频效果 我最深刻就是超人那段 超人那段 因为本身那部电影的声音都多 但是 它出来的画面 我觉得声音反而有少少按低了 但又没有令到画面蒙到 而且颜色方面 我觉得和我们看Blue Ray碟 或者4K碟的效果 其实也有六七成的效果 证明它的声频能力都很不错 今次的声效 就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 而且它的Menu也进化了 方便一按出来 便可以看到整个简单的画面 我便可以立刻设定画面 立刻设定声音 而最后声音最低的位置 有一个叫做 道比Atmos 全景声音效格式 虽然在电视机上延伸 其实它也是一个二频道 但用了全景声效果 音场相对较阔 而且环绕声的天空感 是有点点的 叫做好过没有 另外一个模式 我觉得是电影模式 其实都可以做到挺不错的效果 所以如果大家看电影 或者看一些有比较漂亮的 声源的片中的时候 可以试试选这两个模式 当然如果你是看记录片 我也是建议选择标准 会比较好一点 尝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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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出 stur 底部长 看這段就最明顯 因為我自己的家完全比較過 她說她老公躺在梳化上 然後她就看著她老公這一段 這一段大家看到梳化上的 pattern 以及她的背景 其實以前我在A1上看的時候 連這些梳化的紋都看不到 然後她老婆的背景 就更加會變成一堆東西 但我在A9G上看到 她太太連新的衣服的 pattern 和裙子的顏色和光暗位 都可以看得翻 這就很明顯地看到A9G 在影像處理器 和Legfax的調整模式上 是有料到的 跟大家試完Legfax和YouTube之後 當然要試試這個4K UHD 碟的效果 一套是 MIB International 即是最新的一套 另外一套是4K UHD的衝夢 這兩套電影一看就已經慘了 因為畫面的畫質 和我本身在家看的效果 分別真的非常之大 尤其是MIB 因為拍攝時的畫幅 我近來看過最清最美的其中一套 所以我看到A9G 65吋畫面上 我看到畫面的清晰度 仔細度、立體感 尤其是在很多位置上的質感 絕對是和我真的看到的 實物好像差不多了 尤其是因為MIB 也有很多不同的CG畫面 在這個情況下 我反而覺得CG 是明顯地看得出的有少許假 這件事真的好還是不好就不知道 但起碼上一些實物 人的面 或者一些真實的材質 我可以完全看得到 它裡面的質感是怎樣 接著再來是試衝夢 試衝夢 我在家看的時候 其實好像一般的畫面 看到一個場景 看到兩個人 但在A9G的情況下 我會看到整個畫面很豐富 後面亦有很多仔細的位置 兩個人的對答 他們擁抱的時候 Alita身體的毛髮 質感 也看到它又是CG 這件事你問我會否令到 反而看電影沒那麼多 因為現在我正在使用 這個基本模式 即是用回電影模式 我再調節又調節 其實都沒有太大的改動 你問我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有一些光亮度 銳化 我覺得可以減少少 減少少之後 其實可能令到畫面的自然度增加 講開自然度 其實我看到今代Sony的電視機 是完全做得出他們所說的一種 自然的畫質給大家 雖然它用上這個OLED的面板 影像處理能力亦是這麼高 但你會看到畫面的自然度 是在我們做這麼多電視機的評測 或者測試之中 它是零零射射做出自然的效果出來的 這個畫面是否一路很Sharp 很漂亮 很色彩好 也未必 Sony自己就是獨有這種 將自然真實世界的一套 擺出來的能力 這部A9G 老實說 65吋 是非常大部的 我家就完全 應該就擺不到 不過 它還未出55吋的情況下 其實我都 有一刻曾經閃過 我問我家是否擺放到65吋呢 當然這個就要得到很多人的批示 但這一刻我看到這一代的A9G 是完全令到我 看著家的電視機 是有一點的汗顏 也真的增加了我 換機的風險 今天跟大家實測這部A9G 65吋的OLED電視 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留言問我 或者在FORUM 跟我討論也可以 當然我們也會有一個 套問的review 在我們的POL76網站 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請給個LIKE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再按我們的鈴鐺 我們就會有好東西給你看